《神經電線》 它是連接機電跟神經電線 所以它可以倒推我的想法 然後我可以按照自己想的去控制它 就像是從我手上直接延伸出來 平常的話我也會拿它健身 完全可以電起一個重達30公斤左右的一個物體 小學三年級 我在村裡面接觸到了炸野豬的炸藥 就出意外了 戴過別人的眼睛 戴過那種美龍手 完全是鑽鑽樣子用的 它有5個手指頭 6個自由度 可以單獨去控制每一個手指頭 我期待著下一代能夠觸感跟溫度 我們的大腦是非常強大的 用我們的肉體就配不上這個大腦的 三年前做完了那個叫燃點 我們就開始研究研究 一個完整的像故事一樣 我在08年的時候 通過早期篩查就發現了胃肩脂瘤 我的姐姐發現了非小細胞肺癌 我的爸爸在08年的時候是頸動脈瘤 8月份開手 我們一家三個人躺在家裡一塊兒 躺著休養 我媽來照顧我們 我和我姐姐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病好了之後 重新去投入到生命科技這件事 各種藥物現在全部在迅猛地往前跑 大家不太了解 通過這樣一個空間沉浸藝術展 一旦有了一個了解以後 可能就會影響到它的一個治療選擇 前期做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 就不斷地跟各種科學家聊 跟我們來講課的50多個人 從很大的一個範圍內 然後慢慢梳理到現在的主要的東西 腦肌反正免疫治療 我們做腦科學的科學家每天都在洗頭 我們一年洗800次頭 因為要抹那種導電膏 採集到大量的這個腦電數據 我們要把那些身體殘缺的 或者有部分的人能恢復到正常 在中國根據殘連數據 支殘的有2400多萬 今天就有大概六個用戶 裝了我們價值 寫字、畫畫、彈鋼琴、吃飯 它全部都可以做 今年可能也要裝幾千個這樣的殘疾人 中國在生命科學領域已經是國際上一個重要的力量 大家可能不了解說 圓隆瓶 這屬於生命科學領域的 圖悠悠 獅醫工 結構生物學 這些都有一個巨大發展 以前的時候可能直接去殺傷腫瘤 放化療的話它其實是沒有選擇性的殺傷 包括正常的細胞 我們著名的華人科學家陳月平教授 認為我們應該換一種策略 他就發現了一些免疫細胞重要的這些命門 一旦被腫瘤接觸到以後 就會使免疫細胞失去活性 需要阻斷癌細胞對免疫細胞的干預 比如說現在比較火爆的抗PT1的治療 T細胞 它也是免疫細胞裡面負責殺死 這個不正常的細胞的最主要的一種細胞 通過基因工程的方法 把這個先機加入到T細胞裡面 賦予了T細胞 能夠找到特定的癌細胞的能力 手術過程當中 你不是要把這個腫瘤切掉嗎 但有時候很難切乾淨 那如果切不乾淨呢 它很快捲土重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帶於藥物的抗癌的 比如說一些抗體 或者小分子的一些藥物 通過血藥板 把它遞送到這個手術的窗面上面 再把它這個混合好以後 慢慢地把抗癌的藥物可以釋放出來 以我們採訪這麼多科學家 以及這麼多的一個生物製藥的研發人員來說 大家都比較樂觀地認為 在10年到20年左右的一個時間 癌症會逐漸地變成一個慢性疾病 生存率會從5年提高到10年 提高到15年乃至於伴隨終身 你在規劃你的人生的時候 你要想到100歲 如果有一個新興的前沿科學 我特別願意當第一個小白鼠 我兩個眼睛都已經做了人工晶體置換 這手術又很簡單 切個兩毫米的口 10分鐘就做完了 我做了以後大概我有一百多個親朋好友都做了 谷歌的首席未來學家 他說人類在2029年正式開始永生之旅 他的預測的證據其實也跟生命科學發展的未來 還有AI、算力相關的 你們這一代就趕上了所謂生命科技的爆發 你們可能就面臨著這100歲、120歲 好好熬著,要樂觀的 很快有些東西就被功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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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